吉隆坡大同华小董事部和家长 今天聚集在校门外 出席捍卫大同完整校园说明会 部分出席的家长情绪激动 道出了一旦收回部分校地之后 他们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男球场刚刚坐下去 没有用 你就讲看来我们的人 看来那边老师没有 加来我们孩子安全 车辆哪里跑 我们又批准给人家了 现在做漂亮了全部你又说收回 第二你又没有解除我们的问题 接送怎样好呢 你没有可能只跟我们说 我给三天时间你拆掉这些东西 接着你们就在这里做一个出口 接着你自己找人和加斯拉雷 在给个人聊 所以是很重要不讲道理 行动党一众议员 包括市部爹区国会议员郭肃沁 交赖区国会议员陈国伟 四岩莫区国会议员林立盈 以及五级缅登区国会议员方桂轮 都出现在现场力挺大同华小 也点出一旦这里出现高密度建筑后 对整个市区所带来的影响 对于这个大同小学的 不认识教师或者是家长 是不方便的 我们认为教育部不能够 这么没有故意化的去行事 要么你就之前都要抢 现在抢抢了之后 现在你突然间要新建一所这个国中 在这里新建国中的话 将会使到问题更恶化更糟糕 使到整个地方上将会失控 各方面将会失控 使到他们不止居民的生活数字 受到影响 而且也会使到这个学校 家长 教师 教资员 以及学生面对很大的安全的威胁 大同华小董事部也发起签名运动 敦促政府解决学校出入口问题 学校运动场问题 教师驳车问题 以及检讨在有关地段 新建一所新国中是否合适 董事部将在短期内 把所收集到的签名及诉求 成交给教育部 MTV7采访报道